哥 有件事想请你帮我一下 马上要开学了 我的学费还没凑够 你能不能借我两千块 小伟 你怎么想起来问我借钱呢 当初爸和妈离婚 你跟了爸 我跟了妈 我们俩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 你要用钱 不应该问爸要吗 我没钱借给你 哥 我也知道问你借钱有点唐突 但是我是真没办法了 你就借给我两千块钱吧 我知道你上班那么多年了 应该也存了一点积蓄 所以我才想着问你借的 虽然爸妈离婚了 我们也分开了 但是我们始终都是最亲的兄弟 你是我哥 我现在遇到困难了 我不知道要找谁帮忙 所以只能来找你了 小伟啊 我也没你想象中的那么有钱 你只看到我穿的光鲜亮眼 其实这只是表面现象 你也知道 咱爸妈离婚以后 都在祖先的家庭 我跟着妈找了后爸 咱妈又生了一个儿子 所以我就是个多余的 我还不如你 我早早地就下学打工了 虽然这几年不去吃喝了 但是也没攒到钱 所以我是真没钱借给你 哥 我求求你了 我只要把学费凑齐 我以后勤工俭学赚钱还你 因为家庭原因 我没法办理住学贷款 所以学费必须我自己交 我一暑假都在打工 但是也只赚了五千块钱 还差两千 只要有两千 我就可以上大学了 其实我觉得 你这个学不上也可以 现在大学生到处都是 都不值钱了 赚的工资 都还不如进场打工赚得多 要我说你还不如 找个场打打螺丝就好了 这样也不用花那么多钱了 哥 我考上的是好的大学 我不甘心放钱 只要我上了大学 我的前途还是一片光明的 我不想一辈子 都在场里打螺丝 好了 你上不上学 都是你自己的事 我说的你不听 那我也没办法管你了 现在这个社会 就是那么残酷 求人不如求姐 这么多年 我也看清了 靠人人跑 靠叔叔到 所以不要指望别人能帮你 我只能跟你说这么多 至于钱的事 你还是找爸去吧 实在不行 你去找妈也行 我只是个当哥哥的 真没义务管着你 我还有事 你回去吧 小伟离开了哥哥的家 被哥哥拒绝了 虽然难看 更多的是难过 明明是最亲的血脉兄弟 为什么会变成 最熟的陌生人 小伟没办法 又给母亲打去了电话 妈 我考上了名牌大学 现在学费还差两千 你能不能帮帮我 等我以后赚到钱 我会加倍还给你的 小伟啊 你能给妈妈打电话 妈妈很高兴 但是妈妈能力有限 没法帮你啊 自从我和你爸离婚后 我又和你李叔 组建了新的家庭 又生了一个小儿子 现在已经上小学了 我就是个家庭主妇 家里都是你李叔叔 一个人赚钱 压力很大的 我花钱都得问你李叔叔要 我实在没法 张口要钱给你 妈 我知道你们过得也不容易 但是我是真没办法了 我爸整天无所事事 也不去上班 家里全靠陈阿姨 摆他卖点菜养家 爸爸身上一分钱没有 我是走投无路了 才向你开口的 小伟妈想帮你 但是真的有心无力 你不知道二婚的家庭 有多不容易 处处都要谨慎 你哥哥自从离开家出去打工 一直也没回来 也没给家里一分钱 你李叔叔就已经很生气了 养了你哥几年 你哥竟然做个白眼狼 我现在对你李叔有愧 我不能再帮着你了 要不然妈的日子也没法过了 你能理解妈妈的对不对 听着母亲明显地拒绝 小伟心里难过极了 都说母子情深 可是为什么自己的母亲 对自己那么冷漠 好吧妈 给你添麻烦了 我自己再想想办法吧 小伟挂断了妈妈的电话 一路沮丧地回到了家 儿子你回来了 你一个暑假都没回来了 你饿不饿 我这就去给你拿吃的 家里哪还有吃的 现在都要喝西北风了 你上马去给他找吃的 我们俩还能活着就不错了 爸 陈阿姨 我不饿 你们不用管我 我只是回来收拾两件衣服就走 你要去哪 你还有两天不就开学了吗 怎么样 学费赚到了吗 我一暑假总共赚了五千块钱 但是学费还差两千块钱 爸 陈阿姨 你们能借我两千块钱吗 等我以后赚钱了 会加倍还你们的 父亲一听 要钱就不说话了 怎么得哑巴了 你儿子问你借钱呢 你倒是借呀 怎么连个屁都不放了 是不是也感觉没脸了 一个大男人连两千块钱都拿不出来 说出去都不怕笑话吗 你看你说这个干嘛 你要有钱 你就拿出来借给孩子 他以后赚钱了 肯定还你 我要有钱 我会天天吃糠艳菜吗 你天天啥事不干 有手好闲 里里外外全指着我一个人 我要是哪天不能干了 我们俩得饿死 你信不信 我真是眼瞎了 才找了你这么个没用的 你说你能不能不要在孩子面前说我 你要是对我有什么不满意 等孩子走了 你单独跟我说就好了 在孩子面前说这些干什么 你如果真的要脸 就应该像个男人一样出去赚钱养家糊口 而不是像现在这样 连孩子要两千块的学费你都拿不出来 脸是自己挣的 不是别人给的 爸 阿姨 你们俩不要吵了 学费我自己想办法 你们别与我吵架 我这就收拾几件衣服 马上就走 儿子 你等等这都到饭点了 我做点饭给你吃了再走 你做什么给他呀 做西北风吗 我想起来了 家里还剩一点烟黄瓜 你要是不嫌弃的话 一会我拿给你装上 我说你能不能不要做得那么过分 他是我儿子 你就拿烟黄瓜给他吃啊 你出去买点肉行不行 我自己都吃得上顿没下顿 我哪来的钱买肉 你有钱你去买呀 你简直要气死我了 到底是后妈一点也不爱孩子 太恶毒了 我都两个月没见到孩子了 你就不能让我们爷俩好好去叙旧 别二狗 你个老不死的 你竟然说我恶毒 我把他从小养到大 我付出了多少 我一个人赚钱养你们两个 我又凭什么 你个没良心的 你就是个白眼狼 话说回来 你可是亲爹 你怎么不给孩子学费啊 你自己拿不出来钱 还怪别人 我都替你丢人 小伟看他们一直在争吵 去屋里收拾好了 行李就走了 临走的时候 阿姨给了小伟一个行动 揣在小伟的口袋里 小伟上了车以后 想起后妈临走时的表情 于是把小包拿了出来 只见小包袋里有一个银行卡 和一张纸条 后妈在纸条上写了一些话 小伟 请你原谅阿姨 阿姨那些话都是说给你爸听的 只是为了刺激一下你爸 让他知道出去赚钱 这张卡里有一万块钱 是阿姨早就准备好了 来给你上学用的 这件事你就不要告诉你爸了 到学校以后 一切要以学习为主 不要老是想着出去打工 生活费和零用钱 阿姨会定期打到这张卡上的 你就只管好好上学 别辜负阿姨对你的期望 这时的小伟哭得稀里哗啦的 人间自有真情在 后妈给了小伟来自母亲的温暖 小伟默默发誓 这辈子一定会随之后妈的养育之恩和扶持之情 就说是一张 这张卡上的购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工赏